生活中处处有惊奇 大家好 我是Sharleen 沈玲 我们Wacky Wednesday的风帆是每周三准时为您启航 为您带来最新奇搞坏或是炙手可热的新鲜事 让有趣的惊喜来到你的身边 希望电视机前的你都有轻松愉快的一天 但并不是每一天都是一如往常的安静祥和的 当众多烦恼的事情 麻烦的事情接踵而至的时候 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分身乏术的时候 三头六臂或者是多一双手 其实也不错 要是多了一个自己 那该有多好呢 当镜子里的自己走出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在这里有一对姐妹会告诉你 当两个自己同时存在的时候的生活 据悉双胞胎姐妹贝吉格拉斯和艾米格拉斯 出生的时候就紧紧的粘在一起 心跳频率也基本上没有差别 连两人的生母在分娩过程当中 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生的是双胞胎 两个月大的时候 姐妹俩被新泽西州的一对夫妇收养 根据杨木的回忆 两姐妹从小就形影部里 连奶嘴都乐于与对方分享 到了晚上 她们还会爬到一张婴儿床上睡觉 随后就像所有的双胞胎父母一样 艾米和贝吉的父母也开始给她们买一样的衣服 直到上学之后 两人也打扮得一模一样 还曾因此遭到同学的欺负 到了大学时期 她们决定做出一些改变 选择颜色不同 但款式仍然相同的衣服或是配饰 因为她们实在忍受不了自己 跟对方看起来不太一样 妹妹艾米称 曾经有一段时间 自己的体重超过了姐姐 以至于有人将自己误认为姐姐被击 这让她非常不好受 此后为了保持相同的身材 两人开始严格监控对方的进食量 甚至连喝水都要用上两杯 对两姐妹来说 对方就是彼此的灵魂伴侣 她们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也不生育 两人也曾有过领养一个孩子的想法 但后来发现 对于爱旅行的她们来说 孩子反而是一种负担 两人随后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wa Wahrne waesar 永远 感谢观看